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,全球城市小姐继全球城市形象大是台湾赛区选拔赛佐洛姆,第一名由来自台东,曾拍过纪录片的赖维如夺冠,第二名是台的混血的李唐尼,她父亲是谈话性节目WTO姐妹会的德基固定班底阿福,第三名是23岁的周子凤, 过去曾是已故青蛙王子高凌峰的和音天室兼伴舞女郎,大赛创办人张如君表示,未来将结合更多学校共同参与选拔左右资深媒体人许盛美主持,不料彩排时,她心急冲上舞台,却不小心撞上了行政院长赖清德,她尴尬说,院长好,赖清德说,乃好,好久不见, 评审委员来自各个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,包括东南科技大学校长李清吟,东方工商校长李崇毅,庄敬高职副校长赖慧文,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和成。 张如君表示,未来将成立国际级的聚校联盟,由学校协助学生展现舞台魅力。 全球城市小姐选拔圆满落幕,第五名周嘉玉,左启,第三名周子凤,第一名赖维如,第二名李唐尼,第四名张亚晴。 全球形象大使选拔协会提供,全球城市小姐选拔由许胜美主持。 翻射脸书 翻射豪